凤蔓中那些被封印的神级颜值 谁说男生不能美丽的 1.蝎 火影忍者小组织成员之一 代号玉女 身为天才傀儡师的她 平时一直常生于傀儡之中 并且是一个极丑陋的傀儡 留着一个和八戒丁耙一样的发型 背着一个巨大的鬼脸 鬼脸的洞口中 可以伸出用铁做的变像蝎子一样的尾巴 怎么看都是和帅不沾边的 可直到她被小鹰的怪力击碎傀儡之后 露出的这张面容 红色的头发清秀的脸庞 加上那不屑的眼神 让观众纷纷感慨 她的画风精致的简直不像火影里的角色 2.伊尔弥 揍迪克家族的长子 也是主角奇亚的大哥 这货纯纯一个地控狂魔 只不过她前期伪装身份的时候 是一个超级丑陋的男人 满脸都插满了念叮 脸不消瘦的呀 一看就是撸多了 并且皮肤发紫 留着一手紫色的长指甲 保持着一个秘之微笑 只能说是真的逞了 可当她扯掉伪装之后 窝了个骚钢 帅哥你谁呀 特别是这一脸细冷淡的眼神 瞬间就和前面的撸管仙人 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3.蓝染 身为动漫界最有魅力的反派之一 蓝染前期虽然说绝对不算丑 只不过还是一股卢雅随和的气质 散落下来的头发 再加上戴着眼镜 给人的是一种斯文败类的感觉 可当她摘掉眼镜 再加上神迹发交手 虽然相貌没变 可气质却是天差地别 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的霸气 而且也是从这一刻开始 蓝染后续的表现 也就和前面完全不同了 4.江惠脸 小鸡岛纯净小岛协会 进化环境小分队队长 一头棕色的卷发 戴着一个陆飞同款草帽 再加上追杀内库男的时候 也是一副典型的咄咄逼人 中年泼辣大妈的那种气质 不过当我回头去查这一集的时候才发现 原来内库男这一集 因为阿七选择了放过内库男 已经导致整集都被下架了 而这个人只不过喜欢收集的东西 和大家不一样 他喜欢收集女人的内裤 真的好恶心好猥琐啊 但是 这又有什么问题啊 很多人都会有一些不可告人的批号的呢 他又没有去偷 又没有去抢 又没有伤害到其他人 他喜欢干什么关你了事 不过当后面赤牙来到小鸡岛 江主任为了保护大家 美女你谁啊 而且江主任正是正儿八经的颜值被封印了 嘴瓶一只猪 咱们的野猪少年啊 戴着一个野猪头套 嗓门比谁都粗犷 行为也比谁都奔放 加上那满身的剑子肉 可当他摘掉猪头之后 谁能想到面具下的猪猪 是一张比女孩子还漂亮的脸蛋 就连自视甚高的舵鸡都不得不承认猪猪的美貌 当然鬼魅中还有一个这样的存在 钢铁种 他是炭治郎的助剑师 而刀将春的助剑师们都会戴着一个长鼻子面具 因为炭治郎老是把刀弄坏了 所以他一看到炭治郎总是气急败坏的 可令人没想到的是 在他专心磨刀被玉虎打烂面具之后 浮现的却是一张眼神极其坚毅的男人脸庞 这一刻的他就是全剧最帅的男人 所以有人说鬼魅里面就没有丑的 是吧 玉虎